大家好,又是我Carry 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 家裡經常做的菜 蕃茄炒蛋 但是我沒有用蕃茄,我用車尼茄 很多時候我叫它做波子蕃茄炒蛋 因為車尼茄是一粒波子 而且車尼茄鮮甜很多 首先我們有些薑 車尼茄,蔥 有些蕃茄汁 還有五隻雞蛋 這些車尼茄,我們需要去皮 稍後你會看到我怎樣去皮 用車尼茄,車尼茄 更加有口感,更加鮮甜 車尼茄,我們已經洗了 我們起了一個定 然後我們在頂上 開十字刀 即是切兩下 切兩刀 一個十字刀 等待我們煮的時候 它的皮就會自動脫出來了 慢慢來,小心切到手 然後我們煮一鍋水 煮滾,然後放車尼茄 然後放進去 煮四十五秒就可以了 不要煮太久 煮太久 煮太久,蕃茄會冷 我們的目標是剝皮 讓它容易剝皮 因為皮很多時候 會殘留了農藥 接著我們把它隔水 隔完水之後 蕃茄放在冷水裡 先把它冷卻 先把它放進去 不然 你不放在冷水裡 蕃茄很快就會爛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剝皮 現在很容易可以剝皮 用刀仔 這樣一拉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不過需要一點耐性 哈哈 大家在家裡煮飯吃 花多一點時間 值得的 煮麥克人吃 接著我們中火起鑊 中火起鑊放油 然後呢 我們把火 先收小一點 放兩片薑下去 爆一下 好人家教的 驅寒 爆一下 接著我們把蕃茄 車尼茄放下去 輕輕爆一下 好可愛 其實很可愛 像波子一樣 如果你買到綠色 現在有很多不同顏色的 車尼茄 這樣更好看 但我買不到 只是買到紅色 接著我們把水放進去 因為我們要煮 它有些汁 讓它濕一點 放些水 之後呢 我們煮一下 不要急 我們要煮到 它在番茄的心裡 變得很熱 接著呢 我們少加鹽 不是加糖 不需要加糖 因為呢 這個車尼茄本身已經很甜 而且番茄汁也是甜的 所以呢 不要加糖 但加薑呢 和這個番茄汁呢 其實那個甜味 是很搭的 接著呢 我們加這個150克的 番茄汁 放進去 用火 我們輕輕煮一煮 對 不要 那麼大力 那些番茄 爛了 就不漂亮了 我們要煮到 一粒粒 但是呢 裡面是熱的 當然就是熟 就是這樣了 我們慢慢煮 不要急 我們勾一點芡 再煮一點芡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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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 很簡單 而且呢 你煮了芡之後呢 它會亮一點 又會漂亮很多 看看 就是這樣了 主要呢 那些車尼茄呢 表面呢 微微的 軟軟的 基本上 裡面已經是熱的 然後我們先放在那邊 麻煩還沒有訂閱我呢 請訂閱我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說給我一個讚 還有介紹給朋友 接著我們打蛋 我們把雞蛋蛋 打出來 然後我們放 拌起來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步驟 我們要加少少奶 我呢 就喜歡用奶的 有些人喜歡用水 但是呢 下奶的口感呢 比下水呢 更加滑 好 我常常覺得水呢 單磨外 下奶呢 就要放點口感 然後呢 中火起鍋 我們下一點油 準備炒蛋了 那呢 花了一點時間 讓油更熱 先先拌匀 因為呢 旁邊可能會黏的 然後下蛋 在中間下蛋,然後下蛋 先不要動 看看我從旁邊撥到中間 輕輕力,不要太大力 我不想撩散它 大家可以慢慢看,我先不說話 我從旁邊撥到中間 然後看到,它比較熟 然後生的蛋便到鍋底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把番茄放進去 火力是怎樣呢? 我們開始下蛋的時候,中火 然後看到它的火已經可以穩定 我們可以微微收小 不然會炒焦蛋 就是這樣,基本上現在我們可以關火 關火,表面的蛋還未熟 但鍋是還有熱力 我們利用鍋的熱力,把它弄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蛋就不會老 記住,鍋是還有熱力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炒 炒到差不多 我們其實是熟火的 然後我們把蔥放進去 看看比較好看 還有一些香味 很簡單 其實比小孩或老人家吃也好 大人吃也好 什麼人都可以的 最過癮就是 這個波子番茄 你咬進去的時候 它裡面的汁爆出來 那個感覺很過癮 蛋很滑 你看 這樣做,比普通番茄更鮮甜 還有更加有口感 更加吃到 番茄的鮮甜的味道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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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